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规则产生更新的在线销售模式 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析的 正是大家最近热议的平台Shopify贸易战英雲笼罩下的亚马逊 当然相信短期内亚马逊仍然将是风口鼎盛的电商平台 但是其自身的问题所有人也已经看到非常明显 那就是一亚马逊高转化率的背后 是亚马逊对外宣传低价优质快速发货的 以消费者为核心的飞轮理论 然而了不了解该理论的卖家都应该明显感觉到 亚马逊飞轮理论的核心就是在于让供货商陷入不断自我降价的怪圈中 而当销售没有利润之时 再大的销量也许也只能等于零三 除此之外亚马逊转化率的重要部分 FDA也会让大家觉得时刻心惊胆战 一至二个月的FDA库存加一至二个月的在图库存海运加一个月的生产周期 已经让亚马逊的卖家的现金投入产出比变成了 五投入一回报 四顺势而为Shopify精心布局 2018年整个美国市场来看 传统超市销售额仅增长了6% 如果除开通货膨胀的因素仅增长了3% 几乎等于没有增长 2018年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平台 销售额平均增长了近20% 2018年以Shopify为首的独立战 销售额平均增长了15% 同时与2015年相比 Shopify销售额增长了9倍 远远高过亚马逊 就在上周Shopify收购了美国的B2B平台和APP类公司 Handship证明Shopify开始全面布局B2B市场 而近期Shopify正默默在中国扩大团队 并准备开始对中国商家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 以生态圈支持 让商家跳出恶性竞争造成的不断降价的怪圈 因为独立站上买家购买任何商品 都是你自己网站的商品 真正打货高价获取评价 才能推产品的被动局面 让新品快速提升销量 改变只有自己大规模备货 才能提升销量的高风险运作模式 让drop视频家自发货优势互补 通过drop视频的模式 改变莫名审核的局面 让自己的商品与全球知名品牌 在自己的网站上同时销售 Shopify流量与转化之源 Google与Fastbook 首先从以下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个在线流量而言 Google搜索和其名下的Google Image YouTube、Google Maps占了 所有在线流量的90%以上 而亚马逊仅占2.3% 所以就像每一个美国商家说的 不会运营Google广告 就没有再做生意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run Google Ads You are not doing business 其次 Google正在针对于 正在被亚马逊抢占更多份额的在线商品搜索 进行大规模调整 这包括 1.增强用户画像功能 根据种子客户和Google强大的大数据以及技术功能 生成高精准的类似目标客户群 2.多维度锁定目标客户 允许商家将广告展示在Google手机应用首页 YouTube手页和Gmail广告位 4.在Google图片和YouTube视频中插入广告 在搜索结果的图片栏和YouTube视频中插入商品广告 5.推出Google智能竞价 让商家以更低投入更加轻松的方式获得精准转化 5.最终来自设训者,手机首尾 1.毫无人体练通过 得到最续分别的 请订阅 1.毫无人体练较 3.毫无人体练较